有事情的時候當然想到想到家鄉 等於是有一個靠山 我是1989年過去的三十幾年了 剛開始醫生的診斷是以為是我胃痛 他就簡單的開給我胃藥 幾個小時之後我也沒改善 痛到站不起來 醫生說你一定要去附近的醫院打點滴 也沒改善 隔天又再去急診 一樣的也是打點滴 他就說你哪裡發炎哪裡發炎 也沒有再做進一步的治療 尤其叫你回家 但是一樣又花了一百兩百塊的美金 第三天再去卵巢發炎 全部感染 你一定要住院 但是我就是不信任那裡的醫師 隔天的飛機我就飛了 趁到回來台灣 回到台大接受治療 直接做CT 馬上就說確診是盲腸 非常迅速隔天就幫我開刀 然後再轉外科病房 我覺得台大跟疾管署 成立這個新南鄉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這個宗旨非常好 讓我們在海外打拼的台商 健康出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管道可以跟台灣聯絡 讓我們做諮詢 用相同的語言溝通更放心更溫暖 非常感謝台灣政府成立這個服務機構 我們非常感激 我們非常感激 我們要感謝 那我們回到那個SLAB 其實我們中心是政府 維波台大醫院所辦理的 這樣一個中心地牌 那麼其實從2018年的 我們就開始正式運作 這個是我們大概一年左右 可以開始做到的一個成果 因為去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一來 所有的事情都要以防疫為優先 就沒辦法弄電子的時候 就這樣子去 但事實上是想要做到的一個內容 其實我們在中心跟這個 新南鄉的國家的一些 台商僑胞或者是志工 或者是人房企 這樣去留的人在接觸的時候 最常遇到你這種諮詢問題 就是這類型的問題 不然他早上起來 人家說血壓一百多一百七 那怎麼辦 他會中風 然後他這個 大家知道 如果遇到有症狀的時候 最不好的狀況就是去Google 你只要打說血壓高 你去Google的時候 那跳出來那個病 可能要上百種 你說打眩暈 你跳出來他寫腦農 我一下就很差 在外面不知道怎麼辦 那通常很多狀況就會說 那我這種問題到底是在現場處理 還是找個診所 找人家醫院 或者說要告飛回台灣 這是常常見的問題 然後要告飛回來 因為在那邊就醫的後續 有什麼花費來講 不見得比回來台灣的話 來的來的 然後才是說 有的他會回來做健檢 那大概了解自己的健康 不然的話 結果後來 報告也沒看 紅地大堆跨頭 就帶回去了 然後也不知道說 我這個健檢大概多久要追走 他就那個概念上 就有點沒辦法接上去 然後會說 有沒有哪些疫苗可以打 然後像去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派避主謀先抓到什麼 很多這種問題 疫情將會全部都出來 那在背後裡面 其實是在這樣服務的 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 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第一個 他台灣就會不見得那麼方便 就是那麼方便 那麼再來的話 就是有時候 他單純從症狀去判斷自己的診斷 非常嚇人 他就在Google的時候 又找到一大堆很奇怪的疾病 但是他嚇人要死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平常因為相對健康 不太會注意這些健康照理的需求 那雖然台灣醫療很好 可是有時空的限制 沒有辦法立刻取得這樣服務 那包含缺少持續性的追蹤 那包含就是說 他可能放了一些前後的檢查 所以他不太知道說這個檢查結果 後續他是半年要再看 還是七年要再看 還是三年要去追蹤 還是怎麼樣 他沒有一個好的管理 那另外的話 有醫學相關的問題 還有在疫情之下 產生各式各樣的一些規範 規定 讓他們很難去遵取 那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以我在台大家庭研究部 這樣承接這樣的案例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希望 每一個台商 或者是草民主席的家庭醫師 這家庭醫師不見得要是 家庭醫學課的醫師 比如說假設是 你平常針出的就醫 一個從小看病 感冒多找他這樣的醫生 可能是你為醫生黃流 那有可能是 這個 你自己的心臟痕 不要怕你還高血來咬 所以他很了解你 他也知道你工作心態 然後他知道怎樣幫你轉介到 這樣的角色 其實規則給我來講 都很重要的 那我們在講家庭學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他是有一個持續關係 對他是長期去關心你的健康 他也知道你的生活心態 跟你的一個想法跟目標 然後他可以提供一些轉介 健康、照顧、秩序 這樣的一個在旁邊幫助一下過程 透過這個過程 透過這個過程 在集結論上 各位前輩剛講的 我們叫先端的醫療的時候 這樣的這個東西 才會讓健康照顧更加的優勢 那麼我這邊有兩個 覺得其實是可以考慮 在後續服務當中 可以再深化的部分 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現在既有政策當中 醫療院所跟醫院之間的 叫做社區醫療群 加進市場的照顧計劃 那一個就是 那這個是已經 建設很多年了 已經有相關在台灣相關的網絡 像今天報告的每一家醫院 其實都有這種社區醫療的設計 那另外就是要跟大家談 就是說 我們現在重新來上出發 那透過我們這樣兩人的經驗 覺得怎樣可以再做更好 那這個 有關這個整合醫療的照顧計劃 目前其實是 我們在看這個圖裡面 其實這個所有的醫院 它會有成立比較社區醫療群 比如以台大為例的話 大概有60個診所 但是台大是成立一個 互相交換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群它有六家診服 譬如說這個好幾個群 那這個群之間 它的這個醫療的東西 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那在這個群裡面 它也可以把病人轉接到台大 到台大之後 真的要轉回去 這樣的醫療群 那這個群是在台灣每一個地方 都有這樣的群 但是不是所有的診所 在這裡面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不管是您 或是您的家人 父母親在台灣 他們需要醫療的時候 其實可以選擇 這樣子一個照顧模式的群 我們看看它有什麼好處 比如說在台大的醫療群裡面 這個刷上分析是非常有通的 再來的話 醫院是一個像開放醫院 所以有好幾個診所的醫師 他也來醫院太診了 所以說他在診所看 可是覺得病要做胃疾的時候 他可以再來台大的試驗 他如果在診所看 你覺得說這個有做斷層的狀況 他會在台大 那這樣的診所醫師在台大 目前的堅韌的話 還會加速學科 小兒科的不同 美科都有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平常 就醫就是在你的診所很熟 他可以把你帶進到醫院裡面做好診斷 或你又回到診所去救醫 更方便 再來的話 所有在這個會員裡面的病人 一旦到台大 不管是洗澡或是住院 全部我們都會很辣 我們都知道這個很辣 所以我們的同事會去看他 然後另外的話 甚至這個基層醫師想要看這個病人 就給他去看 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這個群人的特色 因為他會堅持一個24小時電話資訊 所以我在思考說 這個部分的現在計 我的架構裡面 怎樣把這個架構 橋接到 我們目前在這個台灣 不管是僑民或台商 這樣的一個照顧模式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能性的利益 那甚至說 各位在台灣的家人 如果希望得到一個 比較完全鄰居性的照顧品 是可以考慮這樣的照顧模式 那我們來談一下 這個活動或是在這兩國 或是健康照顧服務的性能項 那原來是故意政府的政策 針對性能項國家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麼我們一開始 在主要的主的機關其實是機關室 當初最早是站在防疫 站在游泳學 可是慢慢的 我們也推展出相向的同事 不管是體健檢 慢性病的管理 急性病 疫苗施打開起來 外交醫的一些建議 那這個台大醫院絕對持不下所有的病 我們其實有好多的合作的醫院 像一國一中心的醫院 像那個留醫學專責醫院 轉型醫院 所以很多時候是 病人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告訴他說 我們要找誰 我們會轉出去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還是根據每個人的需求 那這是我們的網站 我們大家會打探多好後 網站上都有來個包 我們現在是建設的十一個國家 那十一個國家 每個國家現在的疫情 現在就業的狀況 現在哪些醫院 符合國際評鑑的要求和水準 全部在這兩個方面 全部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的服務中心 是多遠的服務 所以我們中、英、英、台、約都通 可以開三方通房 如果您在泰國看病 而是泰語通 對方是泰國在裡面講話 講不清楚的時候 是可以三方通房來解決問題 那大概就是透過我們的諮詢平台 後開始 後續的平衡和護法 那我們在去年 也做了蠻多的 包含對病毒的問題 在做中、英、英、台、約 這樣的東西的一個頭髮 那麼也做蠻多的同意 這些部分 很多很實用的資訊 我們都試圖把政府 看起來很複雜的資訊 把它變成比較簡單的圖文 兩張三張 讓大家可以例子 不管你搭機要怎麼搭 你搭檢疫怎麼做 如果在這邊確診 但是還是想回台灣裏辦 有的資訊可以參考 就三張斷結束 自我健康管理怎麼做 要做自費實在是兩千張 全部都三張內容怎麼做出來 所以很好遵循 你不用去看一家都不表白 那麼譬如說 麥克風先不知道怎麼拿 去這張 右邊這張就結束 比如說在台灣 有很多文美疾病 跟隔熱區工地 面積這些問題 怎麼預防 一張自然的解決 再來的話 口罩 你只要買到台灣籍的口罩 也是一樣一張自然的解決 讓你輕易分辨 只要買到台籍的口罩 然後 我們美中都有疫情數據 去更新這些國家的一些疫情狀況 這是我們的臉書 在上面跟我們互動的時候 都會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的聯誤平台 這是我們留下的QR Code 所以就是記得如果有需要的話 跟我們聯絡 讓我們來幫助 來協助大家一起在外面 謝謝大家